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大和乌小最新案件 柯南原版1063级 海外乘风版1120级 被盯上的小鸡鉴别师 看着这个标题 我第一个反应是 竟然还有这种职业 小作摆多后才发现 小鸡鉴别师不仅存在 而且颇有门槛 在小鸡界 母鸡比公鸡价值高得多 公鸡只能被吃 母鸡却可以生蛋、繁衍 然后被吃 所以如果把公鸡按母鸡的标准养大 会浪费很多成本 因此又诞生了 小鸡鉴别师这样的公众 专门负责在鸡们很小的时候 删除性别 方法主要是 用和斥的力度 观察小鸡的屁屁 首先的大师可做到两秒一只 两秒就决定一只鸡的命运 今天的案子 便是围绕这个公众展开 还是那句话 不愧是你啊大和乌小 上个案子研究冰淇淋 这次又来大肆研究鸡 这种创作方法 我愿称为剑走片门 众所周知 柯南的破坏模式已经老生常谈 如果没有什么狠绝的手法 很容易就淹没在一千多级里 泥然重案 倒不如在玩不出挖 搞不出质量的情节中 插一个鲜明的主题 甚至魔性的元素 如此一来 同样是水 善则和空下的案件 你看完就忘 但却会忍不住 反复品味大和乌小的魔性冰淇淋 和大师傅的微笑之香 一言一蔽之 他们在写一种很新的柯南 这天死人人家受邀 来到一个养鸡工厂 邀请者是机场的门面 著名小鸡鉴别师鸡嗓 原来鸡嗓觉得自己的性命被盯上了 这原子最近身边频发的怪事 先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橡胶玩意攻击 速度之快 鉴别大师也只能看到虚影 接着是在睡觉的时候 一缕光线突然调皮 突然爬到了鸡嗓的手上 还立刻聚焦发热 要不是发现得及时 鸡嗓醒些就被烧死了 如果这些还可以说是自己想多 后面的一件事就不容小觑了 鸡嗓表示 他的爱基爆炸了 差点就炸到了他 所以他不得不请命之探毛利 来帮他调查背后的原因 同时也要毛利担任自己的保镖 保护自己 鸡嗓没什么特别的仇人人选 混到这种地位 人人都可以是仇人 毛利只好从鸡嗓的关系网入手 作为一个小级鉴别师 鸡嗓的人际关系果然简单 无不跟鸡有关 首先是公司社长 也就是鸡嗓的老板 社长叔 市长叔对鸡嗓倒是不宁称赞 一双神奇之手稳如牢狗 一身过人记忆 业界无出其右 难得的是鸡嗓人品也很好 所以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公司的形象代表 接着是鸡嗓的同事小帅 小帅也是一位鉴别师 目前在剑机界自立平平 问到鸡嗓的人品时 他表现出了一种同行间的言语 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毕竟他在人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你这不是已经发表了 而前辈鸡嗓是他目前奋斗的目标 接着三人又拜访鸡嗓的另一位同事 阿美 阿美是公司的会计 听到鸡嗓的话题 他小五胸口 大赞鸡嗓人品 但由于他才来这工作不久 多的就不知道了 说着阿美突然两眼放光 原来虽然他是个会计 但就有一个成为小级鉴别师的梦想 用灵活的双手鉴别歌舞 然后把龚小鸡送进闸刀 是一种帅气的工作呢 阿美承认来这里工作 也确实是母鸡嗓之名 说话节 柯南却注意到 阿美手心有红红的伤痕 很被他捉上的药膏 画面一转 此时一家终于盘玩的三人 却被一个小哥带住了 鉴于他的头发有点红 我们叫他红哥 红哥是一位记者 目前共振于 月刊小鸡禁别师世界杂志 不会是霓虹人 小鸡禁别师都能书专刊 今天他是来工厂做采访的 没想到还能偶遇名侦探 你再待一会儿 可能还会有更意外的惊喜 众所周知 你花的体育保持上都有案件 小鸡月刊也应该卷起来了 红哥对鸡嗓不是很熟 但要评价其手艺 有个人他不得不嘴一句 那就是在全国小鸡禁别大赛中 连续六年夺冠 至今保持着最快记录的 小鸡禁别界前辈 眼镜嗓 当年他这是红级一时 其前无古人后背难追的技术 说一句剑极新人绝不为过 连续四年零十五的记录 更是在机界化为传说 红哥认为 鸡嗓的技术虽以炉火纯青 但跟巅峰时期的眼镜上比 那还是差了点 这时说鸡嗓鸡嗓道 原来鸡嗓中央发表一场演讲 而毛利大叔负责在后台做保镖 演讲内容颇有干货 大家都聚情回神 然而这时 舞台上方突然出现一个高歌劲 只见一个电视机器突然启动 便控制一个桶子 倾倒下神秘液体 幸好大叔眼疾瘦快 一额普腾 二人未沾一滴 很快液体的成分鉴定就有了结果 那是一种含氯的洗涤剂 一旦浇在身上 会变得很干净 但要是不是弄到眼睛里 会导致失明 弄到皮肤上 也会引起灼伤 总之 竟然不会危害性命 鸡嗓心有余悸 在此托付给明志娜后 便先行告辞 这时 红哥有新闻跑来 要免费提供一个情报 只要明志娜答应适合帮他做采访 果然 探索人类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才是一个记者的灵魂 堂堂笔感 怎能只为屈屈小鸡而生 红哥表示 其实 金桑和社长之间 有严重的经济纠纷 根据消息 金桑认为公司的效益 主要靠他这个活招拜 而社长不过是随便的存在 所以他竟然要求社长 把公司一半收益都分给他 众人若有所思 暗谈这气氛未妙 话密转 此生一家来找社长书确认 社长书公认不会 表示这件事他们还在谈 然而柯南却直言 人家提这种要求 居然没有被炒鱿雨 只有一种可能 难道他手上有你的把柄 此言一出 社长书气得站了起来 否则他看不见谁在讲 劝你们别多管些事 公司的事我们自有安排 这个反应简直是大写的有事 退出社长市 柯南私下找到了会计阿美 柯南询问阿美 作为一个梦想成为小级鉴别师的人 你觉得眼镜上水平如何 那可是剑机界的传说 这让阿美僵硬的表情 要是那么久远的事 他不怎么了解 话密转 柯南私下查起了该公司的资料 资料显示 机葬是于六年前空降该公司 并一举成为活招牌 让公司大涨业绩 社长书这人 则是从毕业开始 就活跃于鸡蛋界 多年前创立了这家公司 由于资历颇深 还曾一度担任 小级鉴别大赛的评委 这让柯南大吃一惊 敷出了一个猜想 一看线索还缺一脚 小帅正好赶到 柯南问小帅 机葬这些年的比赛 有没有哪一场 逼得不太正常 这个问题 仍然问对了人 小帅立刻听出话外音 到来了一个内幕 我先说了 我并不是想说 机葬先生有问题 但是七年前的那场比赛 小帅虽然不是 一流的小级鉴别师 但已经是个合格的 查艺大师 原来 七年前的那场 小级鉴别大赛中 连贯六年的眼镜葬 突然就因为巨大失误 输给了机葬 要知道眼镜葬已经连续四年 没有失误 而机葬在得冠前 并不为人所知 客观的语气 却拒绝暗示黑幕 小帅表示 我想对这个很久了 没想到人性的丑恶 已经渗透到小机界 于是 在小帅指引下 柯南翻出了当年的比赛视频 这一看 果然看出了蹊跷 又让钢木调查一样 便发现事情果然不得了 柯南明白了一切 话没转 老哥在办公室 为毛利小兰 逐针解释来去 注意看 这是七年前的 全国小级鉴别比赛视频 闯进决赛的 就是机葬和眼镜葬二人 这件视频里 一场大赛开战在即 机葬和眼镜葬 在座最后的商业互吹 气氛紧张无比 我们来堂堂正正比赛 我听说你天赋异禀 这时 后方却出现一个熟练 这件裁判型上 俨然作者养鸡工厂的社长 原来就是这场比赛后 机葬就入职了社长的养鸡公司 有了这个后续 比赛的结果就显得尤为有趣 这件一同鉴别后 社长宣布 机葬用时较多 但正确率100% 眼镜葬用时更短 但只有83%的正确率 这位连续四年 未有失守的大前辈 众望所归的冠军 就这样输给了一位新星 这让眼镜葬自己都当场发飙 难以置信 柯南大胆推测 这恐怕是裁判社长输 和选手机葬串通的结果 根据资料 比赛结束后 眼镜葬一度想要申诉 但是却没有人搭理他 之后他就退出了视野 并在半年后选择了自杀 鸡蛋街还真是残酷 不得不说 虽然比赛遭了内幕 但已经散纳天下第一的手术 还是客观存在的嘛 光环被黑 咱可以靠手术支付 听吧 毛利表示 人弄死了 岂不是查了个寂寞 推理又回到了原点 这话说的 谁在跟你说推理 这不是很明显是个动静 柯南解释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推理 柯南说说 人在撒谎时会做出特定动作 而今天盘的人中 有一个人就一直在撒谎 这都是新一哥哥告诉我的 大和乌小是懂设定的 那个人就是 与此同时 鸡嗓这边 忙完一天工作的他 刚回到车上 就被一个小黑迷晕了 幸好由于柯南正在推理 小黑迅速揭开了灭纱 他竟然就是会计阿美 柯南这边推理结束时 再人也发现鸡嗓失联了 老可不厚道啊 早知道背后搞小动作的人是谁了 还慢慢推理 说不止这点时间 可以决定一个人静后的手速 三人来到停车场 发现了鸡嗓的手机 然而已不成奇样 显然鸡嗓凶多吉少 毛列提议报警搜人 柯南却觉得比较浪费时间 最好还是自己开动脑筋思考 其实你可以一边报警一边思考 柯南开始了提示 他既然特地把人夺走了 恐怕是要去什么偏僻地方 这让二人陷入了沉思 却久久没有头绪 一顿致命的安静后 柯南终于良心为敏 啊 听到叔叔的推理后 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 什么 是不是中了你啊 话没转 三人来到了七年前 眼镜嗓痛失冠军的大赛举办地 这里已经废弃 又很有纪念意义 如果阿美的动机是为眼镜嗓报仇 在这里动手可谓合适 果然 废旧的舞台上 阿美正进行一场言行 他没有杀人 只知把鸡嗓的鼠臂 放到了一台钳子上 动作极紧温柔 三人赶到时 鸡嗓竟然还有两只手 你这阿美会不会用钳子 受伤 不会是名侦探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这却把毛利问住了 说起来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不知 柯南受晕了毛利 竟于歹徒手中有人质 钳子有鼠臂 大叔这次也很有诚意 一个正经未贵 开始推理 柯南表示 其实阿美就是眼镜嗓的女儿 原名眼镜嗓阿美 眼镜嗓自杀后 她就被送进了福利院 七嗓最近的一系列遭遇 都是阿美的复仇 柯南解释 根据有二 首先盘阿美时 她注意到阿美的手受伤了 相比就是准备洗涤劲时受的伤 第二 阿美和眼镜嗓说谎的姿势 一模一样 都是小五胸口 我们来堂堂正正比赛 我听说你天赋异禀 原来这场对话 两个人都在撒谎 阿美承认了罪行 没错 所以我特地来这家公司调查 直到前阵子 我跟她吃饭 她是喝了一点点酒 就忍不住把事情 一五一十 全盘拖出了 甲酒害人啊 轻则丧命 重则乍船 但阿美表示 她并不打算杀鸡子 但柯南表示 其实她也看出来了 不管是橡胶子弹 还是用放大镜灼伤 还是炸手机 破细一镜 这些过当 其实都是在针对鸡脏的双手 没错 你想毁掉的是她的手 哪怕只有一点点皮外伤 后遗症 都能结束她小鸡剑别师的生涯 是的 我不能原谅她 柯南表示 她会帮忙恢复眼镜脏名誉 然而阿美已经不在意 执意要牵掉鸡脏的手臂 这时柯南发动了梦想攻击 阿美姐姐 你不是还要向你父亲看齐 成为一名小鸡剑别师的吗 阿美陷入了呆滞 想起了年幼时的梦想 那时的她 坚信自己会成为小鸡剑别师 阿美前臂终止 锅当自首 最后 在警方威慑下 社长师和金嗓 竟相接牢底 双双入狱 眼镜嗓则被平反 收获了这迟来的荣誉